- 誰跟我說中俄友好,我跟誰是? - 司機還問我們,是不是中國人? - 如果是中國人,那就狠狠的賺 - 難道中國人的錢都這麼容易賺嗎? - 哈囉大家好,我是八九 最近日本的UNIQLO創辦人劉錦鎮 - 他接受了BBC的採訪 - 其中提到了我們沒有使用新疆棉 - 我話說到這裡就好了 - 繼續說下去的話會太過政治化 - 那這個訪談啊 - 直接讓中共官方與小粉紅炸鍋破防 - 出來痛罵日本 - 說什麼UNIQLO前幾個月 - 就要陸續推出什麼中國市場啊 - 今年更是陸續關停了50家店面 - 現在又不使用新疆棉 - 正是在操作玩弄中國人民的感情啊 - 傷害中國人民的信仰 -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些粉紅破防的畫面吧 - 新疆棉花怎麼了? - 優衣庫怎麼了? - 優衣庫創始人劉景正 - 在接受BBC採訪的時候明確表示 - 優衣庫不使用來自中國新疆地區的棉花 - 新疆棉花怎麼了? - 新疆棉花特別是新疆的長榮棉 - 一直以其質量優良而組成 - 是全球棉花市場重要的供應地之一 - 近年來 - 偶學外媒對新疆棉花進行了諸多的污秘 - 說新疆存在所謂強迫勞動 - 如HM集團在官網發布聲明 - 污衊新疆存在強迫勞動並抵制新疆棉花 - 但事實上 - 新疆早已實現了機械化採摘棉花 - 且採棉收入可觀 - 棉農都是自願參與勞作的 - 我有朋友常住新疆 - 從來就沒有聽說過有強制勞動的情況 - 即使前些年手工摘棉的時候 - 到了摘棉的季節 - 也是四川和貴州那邊的農民 - 自願去新疆產棉區找活幹的 - 與我們農民工去城裡幹活沒有什麼區別 - 不知道西方媒體強迫勞動之說 - 從何而起 - 不過細想起來 - 這不就是西方媒體慣用的伎倆嗎 - 中國是優衣庫的重要市場 - 現在優衣庫在中國的門店數量 - 已經超過了日本 - 這個時候爆出劉景正這種言論 - 優衣庫肯定是要受到與HM一樣的代言 - 中國本來就是服裝的生產大工 - 人們穿衣服有太多的品牌可以選擇 - 你優衣庫跟著西方輿論污衊我們新疆 - 那對不起 我們也不稀罕你的衣服 - 我覺得外交部對優衣庫的回應很有風度 - 新疆地區的棉花是世界上最好的棉花之一 - 我們希望有關企業能夠排除政治壓力和不良干擾 - 獨立自主 - 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商業決策 - 我也有獨立自主決策的權利 - 以後再也不買什麼衣什麼酷的衣服 - 中國官方是最沒有資格講 - 我希望有關企業不要受到政治的影響 - 要排除政治的壓力 - 你先把所有中國企業 - 所有學校 - 所有宗教團體的中國共產黨黨支部退出 - 你再跟我說 - 希望他國要排除政治壓力 - 不然你到底是哪裡來的立場講這些話 - 首先我們要破除這種所謂的抹黑新疆的言論 - 那你就開放 - 不要讓外國人、台灣人另外申請簽證 - 才能去新疆包含西藏 - 還要指定特定的旅行社 - 當然你不要跟我扯什麼少數民族啊 - 什麼自治區之類的啊 - 你們知道 - 在美國各州都是算獨立一個國家 - 我連去美國的亞利桑那州 - 包含他們的印第安人特區 - 也不用另外申請簽證 - 隨便我愛開車去哪去哪 - 除非像是這個領洋谷 - 領洋谷因為它是一個有危險的旅遊區域 - 你可能自己走不小心就會跌落到裡面 - 所以非常危險 - 所以那邊要有特定的印第安人導遊帶你進去 - 而那只限定那個單獨的峽谷而已 - 其他地方啊,想去哪去哪 - 沒有警察跟著我,也不用特定旅行社 - 我才能進去整個亞利桑那州 - 來,現在帶大家來看一下美國究竟有多慘 - 來,大家可以看一下後面 - 你看,美國都那麼蕭條,失業率那麼嚴重 - 昨天啊,很多小夥伴看咱們的視頻 - 給我刷了很多火箭跟愛心 - 很多老鐵給我支持跟鼓勵 - 我現在已經決心要走線回咱們中國 - 我們看到多少的外媒一路被中共黑衣人 - 還有半夜的公安來排查 - 這個畫面網路上都找得到 - 你中國記者在歐美有被這樣對待嗎? - 相信是沒有的 - 當然粉紅肯定會說 - 這是為了避免外國媒體造謠 - 那為什麼咱們中國記者在外國沒有被這樣干預呢? - 是因為我們中國媒體都不造謠的 - 所以啊,我們需要派警察公安去防止這些外國媒體造謠 - OK,問題是這樣的 - 若是你全部開放 - 我進入中國之後不用再另外辦一個什麼西藏籤、新藏籤 - 我就可以進去的話呢? - 你保證也不會亂抓人 - 在自由市場的機能之下 - 請問還有人會信你說的外國媒體造謠嗎? - 還有一點提到的所謂強迫勞動力 - 你裡面指的,我們現在都用機械化採棉 - 所以沒有強迫勞動力 - 現在中國的工廠也都是機械化啊 - 所以也沒有強迫勞動力是嗎? - 新疆有沒有我是不知道啦 - 但我知道的是,整個大中國都有強迫勞動力的存在 - 而且是一個大現象 - 問一下現在卷的程度,還有失業的程度 - 還有你月領工資 - 換算你每個小時的時薪是多少 - 扣掉你無險一金,你要拿到多少 - 每年平均下來你要繳多少稅 - 你好不容易有個像樣的工作 - 其他人比你更卷,那你要不要卷下去呢? - 多數是不是要無償的加班,無薪水的加班? - 你們是不是正常的雙休每天八小時 - 而這叫做常態化,而不是上師給你的恩惠 - 這樣的換算薪水下來是有起碼,起碼八千人民幣以上 - 如果沒有的話,是不是多數在強迫勞動力呢? - 為什麼最近這麼多的中國年輕人 - 在抖音在快手上抱怨自己的薪水低廉三五千塊 - 然後每天坐那麼多小時的車,然後幹的要死要活 - 回家加班每天只睡六個小時 - 為什麼越來越多這種的影片? - 在中國你們各個職業有沒有獨立於黨支部的 - 各職業的工會存在? - 沒有的話,你哪來的立場說 - 你們沒有被強迫勞動力? - 你們大家自己都是曲忠人 - 否則為什麼中國八百多萬的大網紅 - 中國年輕人失業,甚至找不到工作? - 為什麼面試這麼難? - 不就是面試和工作一面兩面還要三面啊? - 月入才三四千四五千 - 然後這個上班時數不成正比 - 會造成他掉粉百萬 - 還出來被迫道歉 - 這就代表這個中國經濟差的現象 - 已經不是小群體的個別現象 - 而是大環境所知不能承受的份量了 - 所以啊,你即便是沒有撕下那個遮羞布 - 你不小心碰到了那塊遮羞布,大家跟你急 - 因為你嗆的已經是很多人的現在進行事 - 我們接著繼續看一下這段影片 - 優衣庫正準備放棄中國市場了嗎? - 劉姐妹們最近提到優衣庫不使用來自中國新疆地區的棉花 - 而且還說了,儘管中國是優衣庫的重要市場 - 門店收量甚至超過了日本 - 但是我們的策略不會改變 - 這不是一邊賺中國人的錢吃著咱們的飯一邊要幹著砸我們飯吧 - 傷害中國人感情的事嗎? - 西月優衣庫在中國失去性價比 - 中國消費者心態變了的起跳調查熱搜 - 優衣庫在中國越來越賣不動了 - 我其實非常納悶啊 - 就是你明明都賣不動了,明明業績壓力越來越大 - 卻在這個時候主動出來搞事情 - 可能是因為採訪媒體是BBC,也可能是因為遭遇了某些方面的壓力 - 但要我說的話 - 甭管劉警政是主動的還是被迫的 - 說到底,優衣庫作為一家日本企業屁股肯定像是西方 - 打心理就沒有把中國消費者當回事 - 但話又說回來了 - 國貨品牌那麼多,現在做的也越來越好 - 那憑啥要為你優衣庫買單 - 中國的店家最多,這個非常正常啊 - 你中國多大,你中國人口多少 - 但是你客單數的平均消費 - 本來就是比日本還有其他歐美國家台灣還來的低啊 - 不然你們人均早就三四萬以上了,是吧 - 你們只是以人口基數為多去拉高總體而已 - 而UNIQLO今年開始在中國賣不動的原因 - 最大的就是中國市場的消費降級 - 大家轉而去買更劣質,更科技狠活工廠做出來的衣服 - 你最近衛生棉買不買中國國產? - 還是你請朋友幫你去日本代購買日本製造 - 或是日本監製,甚至進口到香港的外國牌子? - 是不是? - 如果不是的話,為什麼最近中國連衛生棉都可以翻車? - 我勸你們去找一下嬰兒的執尿部是不是也翻車了? - 從中儲糧、地溝油到煤礦油再到衛生棉還有什麼是不能翻車的? - 2018年的中國跟2024年的中國有沒有消費降級? - 你們自己心裡沒B數嗎? - 不然窮鬼三件套、一元麵包怎麼會興起? - 為什麼中國的百貨公司除了中年器不然就是三五樓以上沒人? - 最搞笑的就是根據中共國的憲法規定禁止翻牆 - 然後這些人都說,我們看了VBC? - 哇,你們怎麼看的VBC? - 或是你們在內網是怎麼看到的VBC? - 你們能不能不要使用VPN,也不要搬運到牆內 - 直接使用中國電信或是中國移動的手機網路 - 上Google看一下VBC原版的訪談影片 - 我估計你看到看不了啦! - 像是中國很多平台啊,時不時還有部分當地的公安局或是解放軍啊 - 拍宣傳影片,對吧? - 宣傳說翻牆是違法違規的事情喔! - 欸,小粉紅不要跟我裝傻說你沒看到啊! - 你真的不要跟我裝傻! - 你現在去抖音區塊頭上打一條公安局拍的片、解放軍拍的片 - 你們當地市政局、市委單位拍的這個禁止翻牆的片 - 不要跟我說沒有哈!- 難道這些都是台灣人裝的哈? - 那去舉報,歡迎你去舉報! - 當然,粉紅肯定會繼續瞎扯 - 有本事抓我啊! - 他們不抓我就代表我翻牆是合法的 - 你翻牆有沒有被抓到? - 跟翻牆本身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不是違法違規的事情? - 這是兩件事情啊! - 每次小粉紅跟我扯到這個的時候 - 我就會讓他去公安局開直播,翻牆給公安看 - 你在跟社徒日記、我八九聊天、對話 - 你在YouTube上開直播怒怼台獨 - 每個都消失不見 - 你又不是有中國共產黨特許你的那些 - 舔共海外大V、大外宣 - 他們是被合理允許翻牆的 - 但你不是,你只是個粉紅 - 你以為自己是趙家人是吧? - 這個道理好像今天我闖紅燈 - 然後我嗆各位說,我沒有被抓到 - 所以我闖紅燈是合法的事情啦 - 這大概就是粉紅的邏輯啦 - 二零零一年還是二零二年的時候 - 中國各地不是也掀起了大規模抵制外國運動品牌嗎? - 什麼H&M啊、Nike啊、愛迪達啊 - 因為他們也不使用新疆棉 - 結果在各家打折之後啊 - 大家還不是跑去買了外國的品牌 - 不使用李寧了 - 那個是我的打臉影片啊 - 好多小粉紅在外面爆氣 - 怎麼大家都跑去排Nike、愛迪達了? - 李寧怎麼沒有人了? - 我好想再看看最近有沒有一群小粉紅跑去拍片 - 怒絲UNICULO、抵制UNICULO、跑去買李寧等牌子的衣服 - 影片的最後還有一個更短心的事情啊 - 一名中國留學生在俄羅斯被坑前拍片痛罵所謂的中俄友誼 - 根本就是笑話 - 結果留言區異常的好玩 - 我們先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條影片吧 - 誰跟我說中俄友好,我跟誰一起的 - 難道中國人的錢都這麼容易賺嗎? - 那就像我們正常從紅廠打車到酒店 - 只有兩公里的樣子 - 那網約車顯示的是400蘆布 - 那結果我們花了1000蘆布 - 本本翻譯也猛出來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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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本翻譯也猛出來了 - 本翻譯也猛出來了 - 寫多少錢 - 寫多少錢 - 寫多少錢 - 我給他5000 - 2500 - 他打什麼 - 那也給他表表寫這2500 - 好,看完這條影片馬上帶來暖心的留言 - 現在不烏拉了嗎? - 這叫孝敬長輩 - 懂不懂? - 我和我幾品的兄弟 - 那是國家政府之間的友好吧 - 不要誤會 - 父子之間的小玩笑 - 不烏拉了 - 要忍讓 - 要支除 - 孝敬點錢 - 就把你擠成這個樣子啦 - 跟老毛線講個道理啊 - 敬畏你 - 精神故鄉 - 孝敬你爹去啦 - 中俄友誼不容易 - 有困難自己克服一下 - 送到家門口去孝敬長輩啦 - 對 - 剛下飛機 - 打網約車1000盧布 - 這時候一個毛子司機 - 很熱情的跟你拿行李 - 就問你去哪 - 讓我取消網約車 - 說一樣的價格 - 我去 - 結果到地方直接跟我收了2500 - 真的是髒口一個價 - 耳粉的姓中俄友誼 - 就當孝敬費啦 - 聽說博主是耳粉 - 去那裡祭拜祖宗 - 那不是你日思夜盼的精神故鄉嗎 - 有啥好抱怨的 - 別為了這點錢破壞兩國友誼 - 要有大局遇事 - 哎呀 - 哎呀 - 我咋這麼高興呢 - 看來 - 在黨支部沒有出手刪留言 - 或是精選評論的時候 - 中國看起來還是蠻正常的 - 好 - 今天的影片到這裡結束了 - 記得訂閱我 - 我不喜歡記得 - 一定要把我封鎖 - 我是八角下次見了 - Bye